如风说梦幻,八卦天天看 紫禁城展示紫衣哥的第一普陀 封印赤油时,宝宝专门改名致敬夫子庙霸道 6月份的215连服战当中,紫禁城一路冲刺,最终夺冠 小组赛阶段,紫禁城输给了只有8个号报名的夫子庙 在封印赤油环节,紫禁城的宝宝专门改成致敬霸道 霸道666等 夫子庙在本月服战开始之前,因为方总女儿村突然转去雨岛 让他们被强行禁掉了一个号,只剩下8个号打服战 不过夫子庙依然以四胜的战绩稳稳杀进服战16桥 确实非常值得敬佩 本月是神豪紫禁哥加盟紫禁城的第一个服战冠军 主播浩文操刀,专门展示了紫禁哥的175第一普货号 紫禁哥手握160愤怒笑的腰带,160斤青布膜飘带 160罗汉鞋,160水晶衣服,160光辉抗风项链 17段的凝质抗风女头 此外,他还有160神农刘云爵项链和160治疗破甲女头作为背影 不得不说,紫禁哥的装备真的是太多了 可以根据团队的需求随意搭配 在临时方面,紫禁哥准备的同样是非常充足 不仅拥有11段的6步伤和6法防 甚至还有一套11段的6治辽灵史 2024年天元祖的比赛中 区复孔庙夺得两个服战冠军和两个群雄冠军 紫禁城夺得两个服战冠军和一个冠军杯冠军 这两支战绩排名前二的战队 在未来的比赛当中 彼此之间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